机器手臂迅速的浇火泥土 透过3D练艺技术层层堆叠 不一会儿 看似为离构造的一整块泥砖 就大功告成 乌尔战事持续进行 除了飞机坦克 枪炮弹药 一些可以保护士兵抵挡攻击的防卫装置 也相当重要 杰克这家公司生产的3D练艺防御屏障 经过实验测试 可以抵挡住轻型武器和手榴弹的攻击 执行长拉维尼克表示 除了提供第一批成品给乌克兰士兵使用 之后他们也会将20台同款的3D练艺机 送到乌克兰 让当地人可以直接就地生产 甚至在战后 不仅能当作临时住所 还能用来协助重建家园 乌尔战事延烧至今 已经有500万乌克兰人逃往国外 留在国内却无家可归的民众 也超过700万人 面对家园已成断源残壁 如何在战后得到安置 3D列印技术新建的房子 或许是一个方便 迅速又低成本的好选择 静新闻甘心圈陈思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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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